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学们 大家好 我是李老师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书法 一说起书法 老师就会想起一个有意思的故事 在晚清 有一位大诗人 思想家 公自珍 我们在语文课上一定都学过他那句名句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 降人财 这位公先生可以说是才高八斗 可是就有一个弱点 他的字写得不好看 严格的说是字写得不合乎规范 当时在科举考试中流行这个叫台格体 或者叫管格体的书法 就是我们有时候会在网上 在电视上看到明清的科考试卷 就是那种书题 一个个的凯体字写的是端端正正 大小一致 比印刷的还漂亮 还规矩 可是公先生写不出这样的字 后果很严重 他因此就进不了汉林院了 进入汉林院是当时读书人的梦想 因为那是低流的文人汇聚之地 而且一旦进入 前途远大 公先生字写得不好 进不了汉林院 心情很郁闷 于是 回到家里之后 命令自己家里的女儿 儿媳妇 甚至丫鬟 保姆 都要练习这个台格体书法 如果有客人来访 说起汉林院的话题 公先生就会一脸不屑地说 如今的汉林院里有什么人才 他们不就是会写台格体的字吗 你看 我家的这位小丫鬟 这个保姆 他就会写台格体 这里 我们对家政服务人员 没有丝毫的歧视 公子珍是用这样一种特殊的办法 来抒发心中的不满 其实 现在 我们在语文考试之前 老师们也会常常嘱咐 答题 尤其是写作文的时候 一定要把字写清楚 写规范 要注意 卷面整洁 字写得好 语文考试 会有优势等等 在我们的语文课程标准里 还要求我们临摹名家书法 体会书法的审美价值 近几年的中考语文考试里 常常出现这种书法 建赏类的题目 但是 就书法艺术而言 公子珍的不满也不是毫无道理 那种端端正正的台格体书法 虽然我们看着很舒服甚至很佩服 但是 那个不能代表中国书法艺术 中国书法之所以是一种艺术 它是因为一个人在用毛笔写汉字的时候 他将汉字写出了自己最真实的快乐和悲伤 写出了自己的人生志趣和抱负 在书法中凝聚着中国人多姿多彩的人格 书法不是标准的印刷体 书法是个性化的 这个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 知道了这一点呢 我们再去看那些古老的悲帖字帖 就会感到是一个一个曾经鲜活的生命 在和我们对话 有了这种感觉 书法就一点也不枯燥无味了 书法廷 将来友详罕